安娜呀你知道吗 人家爸爸是企业家 所以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啊 什么的也可以提 好不好 打电话问你爸 一个饭店怎么经营 要不然让爸爸把钱都赞住了 对所以刚只是开玩笑 我们从此以后不要提你爸爸了 千万摁住你爸别来赞住啊 杨娜进入娱乐圈的决定 还是备受瞩目的 周死周知含着金汤勺出身的豪门千金 要么就是继承家族企业经商 要么就是安心的过民怨生活 本来以为杨娜的生活轨迹 也会与大多豪门千金无异 没想到她竟然进军娱乐圈 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从杨娜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动态 可以看到 她签约娱乐公司天号盛世 正式官宣出道 并且还选择了在自己 生日当天公布这个消息 看来杨娜对于进军演艺圈 早有打算 虽然是含着金汤勺出身的豪门千金 拥有数量可观的资源 但一直活在华为二公主的阴影中 恐怕对谁都是一整不妥 而进军演艺圈 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杨娜得益于父亲 从小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既然她渴望在娱乐圈里闯出一片天 相信她背后的资本 一定会竭尽所能地 给予她最大的帮助 杨娜是任正非的小女儿 从小就被赋予了很多光环 杨娜凭借着这些光环 混得风生水起 陈年里还被邀请与比利时王子一起共舞 这可是公主级别才有的待遇呢 真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网上的人都说我是美国籍 我其实只有大学的三年半 在美国住过 我是在云南昆明出身的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这也造就了杨娜染上富二代的那些坏习惯 做事情总是唯我独尊 放着白富美不当 却一心想在娱乐圈混成全民顶流 眼看着同父异母的姐姐孟晚舟成为了国民英雄 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于是她恼羞扯怒的在访谈里面抹黑姐姐的形象 姚安娜曾经对网友的态度表示很不理解 认为凭什么网友都喜欢姐姐而不是自己呢 却没有想到因此遭到了网友的谩骂 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大家要这样骂我 然后为什么大家喜欢姐姐而不喜欢我 今年暑期姚安娜参加湖南卫视中餐厅 她调整好心态变得十分的接地气 长发已经变成了短发 一身中性的衣服 整个人的气质变得非常亲和 姚安娜还在节目表示后悔 含泪直言 不应该把姐姐的事情拿出来说 对不起姐姐 希望网友可以原谅自己 不得不说 姚安娜真的是敢做敢当 我想说的是 这几天干完活以后 我觉得你还挺优秀的 我觉得就是 不像是那种好像娇生惯养的女孩 姚安娜比她的姐姐小26岁 是任正非的第二任妻子姚玲生下的女孩 姚玲端庄美丽 本来是任正非的秘书 后来两个人结为汉里 那任正非多次在公开场合 再没两任妻子 她对孟君就是刚刚回国的大女儿的妈妈 孟君这样存在 我的前妻是为叱咤风云的人物 对培养姚安娜的妻子姚玲这样存在 她是一个温柔负责任的母亲 为了女儿的成长 在家默默辅导孩子学习 孩子的成绩离不开母亲的交管 天上飞的每天 我是像一个赖感到 我完全是一个根本都没有的 你想想那个时候出来学习后 我杀也不好 家庭团人也不好 她这么文就看上她 有她的性格的 她是比较刚领的 后来我走了二十年以后 她就跟我们分开了 分开后来我这个太太结婚了以后 我和这个太太办结婚证 还有个小的办公司都是我钱财的帮忙 钱财的帮忙 我钱财的跟我后代的关系也很融洽 任正非第一任妻子孟军是南海石油高管 刚强果敢 做事干练老道 大女儿兼顾了妈妈的干练 和父亲任正非的智慧以及吃苦精神 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入职华为 从华为的打印文件和接听天花赶起 一直成长为华为的CFO 大女儿是披荆斩及乘风破浪的姐姐 有坑枪玫瑰的气度 而小女儿杨安娜是显雅文静 有高贵公主犯的文艺女孩 孟晚舟确实满腹才华 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说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名言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姚安娜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表示 姐姐你永远是我的榜样 是全家的骄傲 而且还附上了爱心哦 她知道姐姐是个英雄 她会为姐姐而骄傲自豪 毕竟姐姐的回家鼓舞了华为人 鼓舞了中国人 当然还有姚安娜自己 你喜欢这样接地气的姚安娜吗 欢迎留言评论哦 请订阅一下